基督徒对苦难中的人该想清楚才出口的话 今天我们来聊聊面对苦难中的朋友 什么话是不该说的,不适合说的 无论朋友是失去亲人,失去工作,失去健康,失去财务,还是失去关系 我们马上都很想说些什么来劝导,安慰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 很想帮助他们走出痛苦,马上快乐起来 我们的意图良善,但说出来的话,在遭遇苦难的人听来,或许有时候不是那样 有的话是苦难中的朋友觉得你不理解他们的痛苦 觉得你轻看和否定他们痛苦的感受,甚至进一步受到伤害 特别是试图用言语来减轻别人痛苦的分量,分类痛苦的轻重,与人比较痛苦等 有一位父亲失去他八岁的女儿后,在去追思会的路上 他打开一个朋友的慰问卡,卡上面写着神会使用这件事教导他什么 他说他没有觉得受安慰,反而有一种愤怒 我们看看其他一些,面对遭遇苦难的朋友,不应该说的或不适当说的话 不要哭,你一定要坚强 没关系,一切都会过去的 神会使用你痛苦的经历 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还好,只是腿断了,命保住了 你看别人手术后都成植物人了,你却只有手举不起来 神要用这事管教你 你的痛苦怎么也比不过耶稣为你受的痛苦 总之,这些话都是想劝别人不要痛苦,或告诉别人你不应该痛苦 可是,这样的话,尝试没有用的,而且可能伤害人 使人对神和西娘产生更深的愤怒和不满 虽然很多话都是对的,但很多时候是需要等候时间 也需要神亲自感动和说话,使人自己最终感受和领悟的 有时,最好的安慰是什么都不说,静静地陪伴 有时,能说的就是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要说的就是,对不起 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都爱你,愿意跟你一起面对 我们为你祷告 圣经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